以生存游戏为主题的韩剧《鱿鱼游戏》 上映后在全球掀起热潮 美国就有一名YouTuber 砸下350万美元 大概是9730万台币 制作了真人版的鱿鱼游戏 就来了456名挑战者来闯关 撑到最后可以独得456千美元 相当于台币1270万 那场景的超高还原度与巨额奖金 立刻让影片引起话题 上架至今短短三周 领域数就高达1.7亿次 让大家非常好奇 这个YouTuber到底是什么来头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位 才23岁就坐有2500万美元 近7000亿台币身家的网红Mr.Beast 大家好我是凯莉 欢迎收看本集的人物放大镜 该怎么形容Mr.Beast这个人呢 简单一句话就是 立志拍出地表上最棒最狂最厉害的 影片的一个大男生 他每天从睡醒一张开眼睛 到上床睡觉的每一分每一秒呢 都在努力打成这个目标 那我是不太确定 他是否认为自己已经拍出最棒的影片啦 但Mr.Beast只花短短四年时间 就跃升为全世界最受欢迎 也最赚钱的YouTuber之一 他的主要频道目前累计观看次数 已经逼近140亿次 并拥有8490万名订阅者 就在全球YouTube订阅榜中排名第六 而在这份榜单中风靡全球的防弹少年团 BTS也才拿到第17名喔 那看看这个成绩就可以知道 这个Mr.Beast到底有多红啊 此外呢根据数据分析工具 Social Blade的数字呢 光是他主要频道每个月的收入 就高达310万美元 大概是8630万台币 好多喔 但其实Mr.Beast也是经过好几年的尝试 才终于掌握到流量密码 他的本名呢是Jimmy Donelson 1998年出生于美国的堪萨斯州 并在北卡州长大 小说呢当其他小朋友都忙着交朋友出去玩 想获得异性关注的时候呢 Mr.Beast满脑子只有拍片拍片跟拍片 2012年13岁的Mr.Beast 就上传了自己第一支YouTube影片 但没有获得什么回想 接下来几年呢 他拍摄了非常多的电玩直播 评论YouTuber之类的影片 努力摸索出YouTube的演算法 试图找出爆红的元素 不过当时Mr.Beast的每支影片 大概只有1000个观看次数而已 那现在呢几乎人人都可以当YouTuber的时代 但是当时的小Mr.Beast身边的亲朋好友 完全没有人在谈论YouTube 也没有人能理解他到底在干嘛 某天Mr.Beast发现当YouTuber居然可以赚钱 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一直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结果对方都觉得他莫名其妙 完全把他当万幸人来看 当时Mr.Beast一度觉得自己可能会一辈子 没有朋友孤独终老 直到2015年 他拍摄了一系列拿YouTuber开玩笑的影片 终于开始获得一些关注 大概18岁那一年 Mr.Beast的频道终于拥有上万粉丝 那他也开始跟其他YouTuber接触 讨论怎么拍片怎么经营频道 这才终于有了归属感 好像找到一群好战友 Mr.Beast前一阵子受访的时候就说 当时他跟这群YouTuber并肩作战 真的是让大家少奋斗好几年 他认为与其闷着头一个人 每天狂做12个小时长达一整年 然后一天到晚犯错学到教训 再犯错再学到教训 还不如找几个人互相切磋 把自己在创作上遇到的问题 丢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一起在彼此的错误中学习 快速成长 这样的进步速度 绝对比一个人埋头骨干快很多 到了2016年Mr.Beast进入大学就读 但他实在是太讨厌读书了 成绩又不怎么样 只得我两个礼拜就放弃了 但他妈妈就放话说 不读书就给我搬出去 所以他就只好每天假装去上学 实际上都在拍片跟剪片 但他只要纸抱不住火 不久后就决定跟妈妈坦证说 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去学校 还说我宁愿穷 也不要做任何YouTuber以外的事情 说完隔天就搬出去了 妈妈当然是气炸了 还好之后Mr.Beast的YouTube事业起飞 可以养活自己 搬出去差不多一年后 妈妈就终于支持自己儿子想做的事情 不过后来让Mr.Beast出场走红滋味的影片 也是蛮妙的喔 2017年1月他上传一段影片 挑战从一数到十万 呃对就是在萤幕面前一直数数而已喔 结果他数了大概长达四四小时 用这个后置条快才把影片缩减为 二三小时四十八分钟 没想到这支影片短短几天就被点阅了好几万次 然后我刚刚看了是两千多万次的点阅数 我就觉得大家都真的是蛮无聊的 呃我刚也看了 Mr.Beast发现这一类型的影片有搞头之后呢 接下来他就开始拍摄各种挑战影片喔 比如说连续二十四小时玩指尖陀螺 某一支MV上连看十个小时 甚至在路上随便找个无家可归的人 直接发他一万美元的现金给对方 或是叫pizza之后呢 给外送员一万美金当小费 再拍下他们最真实的反应 Mr.Beast说自己很爱看这种受赠者当下的表情 整张脸都亮起来的样子 让他觉得非常的棒 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短短11月Mr.Beast正式成为百万YouTuber 那他有一套独门的理财方式喔 就是把他赚来的所有的钱 统统都砸去拍下一个拍摄计划 这个也让他成为高成本YouTuber的先驱 Mr.Beast说他自己不在乎钱 也不在乎投注的时间 他只想做出最棒的内容 就算一支片赔了五十几万美元呢 他也无所谓 他觉得那就下一支影片的预算少一点而已 他还是会把手边的资源拿来拍片 目前他一年花在拍摄YouTube影片上的预算是 4800万美元喔 大概是新台币13亿喔 上近期抱走三座金马奖的国片 月老制作成本破亿 用了800多个特效镜头 但和Mr.Beast的拍摄预算比起来 其实还是蛮少的 那Mr.Beast影片的制作规模 也从一开始在自己的房间 慢慢变成了有办公室 买了小摄影棚 然后又买了仓库当片场 小仓库又换成大仓库 大仓库又多了好几间仓库 Mr.Beast说他的企划越来越大 每支影片都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拍摄跟制作 但又不可能一年只做两三支而已喔 因此他手边至少会有五个企划同步进行 员工也从他自己一个人扩展到 现在约50人的团队 不过这个YouTube魔人喔 今年年初却遭到前员工爆料 说他根本就是个双面人 私下态度跟镜头前完全不同 而且工作环境很有病 充满霸凌 那也有一个做了一年半的编辑 控诉Mr.Beast几乎天天骂他 而且是用侮辱智商的言语在骂 那尽管当然是有一些负面消息流出喔 但Mr.Beast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喔 许多怀抱网红梦的年轻人根本就是把他当做YouTube界的马斯克在崇拜喔 而Mr.Beast的创作故事也鼓励到全世界很多正在创作 不管是不是在YouTube平台上面的很多很多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他的故事蛮特别的 好了今天故事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跟别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人物放大镜我们下周日见 拜拜